被點名的人都應該要勇於承擔 怎麼讓這個黨有機會繼續執政 你自己目前想思考的結果是覺得說 現在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沒有一個定論 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做最後的一個結論 你確實已經在思考了嗎 已經在思考了對不對 我剛才已經特別提到 每一個店員被點名的人都要好好的思考 還在會期內適合辭職於印法院長 會不會有人說你是老跑院長 這個任何一個職務都有改變跑道的潛力 不建議轉換跑道嗎 我剛才已經重複的再講過 被點名的人都應該好好思考 會被點名一定有他的理由 那被點名就好好思考一下 會勇於承擔嗎 就是被點名的人都應該要勇於承擔 怎麼讓這個黨有機會繼續執政 贏得民心 你自己怎麼看黨內的改革 我覺得黨內的改革還是要怎麼跟政策 能夠跟民意做結合 這是絕對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應該盤點到底過去通過的法律案 還是行政院相關的政策 有哪一些地方需要來做一些調整 因為政策它不是死的 它是要明知首遇才是調整的方向 民進黨有被離民意嗎 我們這一次的選舉 有一些政策或許人民是不擺意 不然的話這個選舉不會輸